阿嬈最近跟好友正希怡 一起上大S主持的节目 曝光了许多夫妻私下的相处点滴 提起婚前准备 她小小抱怨的未婚夫 赖红国的眼光很差 挑的婚纱都很丑 因此最后还是由姐妹帮忙 而阿嬈也曝光了最新的伴娘人选 感动她77次开建仪式 阿嬈透露当天婚礼的伴娘 总共有四个人 除了同公司的正希怡 阿莎跟荣卓以外 还有一位是她生活中的好友 都是跟她相交超过十年的闺蜜 其中阿莎跟荣卓 更是要送上价值近四十万台币的蛋糕 那蛋糕是她弄的 就是找人送过来 但是刚好就是在厕所门口 就要跨那个十二点 对,她第一次做 是她自己做的啊 她自己做的 对,失败了很多次 她弄了很多次 最近阿莎就曾经亲手做蛋糕给阿嬌 让她很感动 而除了结婚蛋糕价值不菲 阿嬌最近更是积极地调理身体 这个是爱你的身体 因为我又不想吃东西 但一会儿要做运动 所以喝这个汤 你都填饱这个头 控制饮食加上运动 阿嬌二十号将在香港举行婚礼 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留下难忘回忆 三天七分 我们这一项理会台报道